我就总在想 父亲八年抗战都在干什么 其实我并不知道 我为什么要去查 我就是想知道 他在某个地方 哪个战场上怎么样了 我叫黄慧南 是抗日将领 黄埔一期学员黄维的女儿 我是要检索搞那个业务管理的 我94年入民革以后就是政协委员 我和我父亲相处的时间很少 60周年的时候 我是突然收到了那个通知 让我去参加大会堂的这个纪念活动 我都不知道我父亲干的是什么 你说我怎么对得起 2012年还有两年我就要退休了 我自己给自己出的一个题目 就是父亲八年抗战都做了什么 我就围绕着这个题目 我去了他抗战过的地方 比如武汉会战时候 他在江西的德安一带 抗战还有云南 云南昆明滕冲我都去了 投了一两次去吧 完全就是吃的闭门羹 我心里挺难受的 但是呢 一年一年一年这么过来 还是做了很多挖掘 像在德安那个纪念馆 搞了好几年 现在已经处具规模了 我还跟着郝伯村将军 走过抗战路的 每到一个地方 有烈士纪念碑的 他都要走上去的 一格一格台阶走上去的 向他们致敬 两岸有所交流了 抗战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话题 父亲生前和台湾的老同学 老朋友通过很多信 都是说统一的事 我那会儿倒是老婆们超 像他们这些前辈 他们都是战友 这是中国人的国土 这是一致抗击外辱 所以就是团结在一起 这就是一家人 我就觉得一句话就是说 抗战是中国人的抗战 我父亲是尽到了 他保家卫国 一个军人的责任 我就写过一个父亲的抗战 把他八年的经历 比较简要的写 这篇文章在我的黄埔情缘真文中荣获纪念奖 我查了很多限制什么的都看了 我到二十冠去查档案 他们六十七师的那个就这么厚 那我那一份就上百页了 从很多的资料和别人的回忆里面了解到他的一些事情 那你就说抗战争爆发的时候 他是正好准备进这个德国的陆军大学 完了卢沟桥的一声炮响 我父亲就回来了 一路上日本人的飞机一直在轰炸 就在这样的情形下 他心急如焚 就赶到这个松户战场 立即就投入了罗电之战 整整其实前后打了有三个月吧 他们六十七师 最后只剩了两千人 当时称之为雪州魔方 悲壮 残酷 艰苦 但是中国人的意志很坚定 这个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 颁发的纪念章 这个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颁发的纪念章 这两章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大阅兵时候拍的 在天安门广场拍的 一五年 那是最最激动人心的 参加了这个抗战胜利七十周年 大阅兵 我们出发的时候 那些检约部队都已经就位了 这个其实简直太宏大了 他们开始就已经感受到太震撼了 当时有一个队列是抗战老兵的队列 就那个队列过来的时候 那你想我们多激动啊 但是不是很看得清楚的 我们就十斤地回首 七十五周年的时候 那就是2020年 我又被邀请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纪念抗战胜利七十五周年座谈会 习总初纪做了重要的讲话 我这十年一个词啊 高兴国家大踏步地往前走 发展非常快 太自豪了我就觉得 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力 我当崇文区的政协委员二十几年 年年都会有几个提案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 我是提的是教育方面的 还后来是养老提过 政府方方面面都会很认真地来答复你 我觉得你和国家的建设现在取得很大很大的成就相比 抗战研究的这种事情也可以纳入这个重要的世界吧 我觉得挖掘的还不够 因为知道的人很少 资料很难找 但是最近两年我又去过一些地方啊 我觉得看着这一年一年在进步 所以心里是很欣慰很高兴的 我还是很愿意继续参与 我还是很愿意继续参与